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人家说 你好 任亮 这个进入8月份 七八月份 瑞典已经进入暑假了 对 那么转眼9月份就要迎来瑞典就是2019年第一批新生 对对对 那么我觉得在这里我们是不是应该提醒一下在瑞典需要注意的尤其是防片时宜呢 的确是这样的确是这样 因为我们过去一提起瑞典都觉得好像是治安非常好 对 然后还有传闻说在瑞典如果丢了钱包的话就找回来的概率是百分之百 因为有这个说法 对 但不管怎么样呢 我觉得还是小心使得万天传嘛 在哪儿其实都有坏事也都有坏人 对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啊 我就想跟您分享一下我们自己身上发生过的 还有我们身边朋友身上发生过的一些不太愉快的经历 对 在这里给您一点点借鉴 对 希望对您能有一些帮助 那么对于新生来讲尤其是我就是刚来瑞典的时候作为 怎么说呢叫无知新生吧 对家长最担心就是哎你住哪啊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住房对于宫管制访问学者还是新生来说都是一个最头疼的非常头疼的问题 嗯我记得在国内如果您在学校的话可能基本上住宿这个根本就不是问题都给安排好了 只是住宿条件好坏的问题对吧 他肯定都有地方住是 但是在瑞典这个房子还真不一定能有不一定能有合适的啊 嗯我记得在来我在来瑞典之前的时候 那时候瑞典语肯定也不会嘛 然后会的英语可能也不是特别地道啊 然后人家跟你说corridor或者什么东西的 你说一查走廊 哎呦这怎么去过道的 这这这这这无法想象了 这是清理吗 对对其实在瑞典非常常见的这种学生公寓就是corridor这种形式 那他就是一个走廊边上有不同的房间 对每一个房间里呢一般来讲是有独立的浴室有独立的厨房不一定了 但是浴室是有的 然后一个走廊里边大家十几户人或者几户人共用一个厨房到两个厨房 没错对所以这个居住条件应该说还是非常不错 至于能不能找到这样的地方 那个还是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技巧和运气 运气我觉得要占出主要部分 因为我记得我刚来瑞典的时候 当时是很多学生嘛 而且他有相当于有一个系统 你需要去注册拿到一个号码 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系统 对不同城市不同系统 所以当你运气好你可能排得很前列 这样的话你选房子的余地会大一点 但是当你比较运气不太好的时候 可能你就很难能拿到一个称心如意的房子 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自己到网上 到第三方的网站上去找一个能住的地方 没错有的时候是比如说人家本地人 可能一个大房子里面空住一两个房间 然后在网上挂一个广告 没错对 那么这样的网站呢 其实我觉得大家最应该是留意的 因为什么样的人都有 我觉得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比如说举一个身边的例子 OK 我记得在2012年的时候 我当时是从龙德搬到哥德堡来 那个时候哥德堡房子已经是非常难找了 非常的大城市更难找 对 龙德本身是一个大学城 我从这龙德想搬到哥德堡来 那我就在网上找房子吧 然后在网上就是blockade上面 也是瑞典最受欢迎的一个二手交易平台 找到一个房源 于是就给人家发了邮件 没两天他就给你回了邮件 那邮件是这样说的 说我收到了很多邮件 都想找我租这个房子 那我本身呢 是在斯多哥尔摩找到了工作 所以我在哥德堡这个房子 我就不需要了 我需要把它租出去 那虽然有很多人跟我联系 但我最喜欢你 觉得你最靠谱 所以如果你也觉得可以呢 你就把定金会给我 那个时候我们刚来瑞典 其实也就是两年的时间 真的是没有太多经验 然后觉得这个地方 大家都是挺有诚信的 另外别忘了在瑞典 你的信息是在网上都能查得到的 没错 他租房子用的也是自己真实的名字 然后他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呢 那个电话号码 你在网上一查 对应的也是这个名字 所以当时我们就觉得在瑞典 你行骗的这个代价可能是太大了 你一般来讲不会去行骗 你很难伪装自己 对 所以我们就很信任的把这个钱 定金两个月的房租 就发到了他的账号上 那之后呢 那就没有消息了 当时我们到了这个看房的日期的时候 还希望说 是不是这个人有什么意外呀 有什么突发情况 但事实上那就是被骗了 当时他给你发的这个房屋的图片呢 那是美轮美奂 非常的漂亮 你看起来好像也是这个地址应该有的这个房子的样子 但实际上是骗子 那那个房子到底是谁的呢 那是另外一个人的 也就是说在网上跟我们联系的这个人 他盗用了这个人的人口号 然后用这个人的人口号 在电话公司办了自己的这个电话卡 之后在Facebook上在什么 很多地方他注册了这个账号 邮箱也是一样 所以他给你发的邮箱 他给你打电话 用的电话号码 还有他的名字 他的住址 这些有一部分是他伪装的 但是这个人是确有其人 但不是这个人 哎呦真是 对 所以后来我知道有很多人 就是这个事情后来警察也去调查了 一共有40多个人被骗 这个骗子呢 他是用了两个人的人口号 然后注册了两株房产信息 在网上一共是骗了 大概是20多万的这个房子的预付款 叫定金 叫定金 对 所以像这种情况 如果一个人啊 在这个房子非常难找的情况下 这么主动的跟你 就喜欢你 就看上你了 就觉得你靠谱 这是灌蜜糖 反倒你要小心一些 真的是 尤其是对于我们刚来瑞典 甭管是你在龙多也好 哥德宝斯 哥德宝也好 对 在这种地方 在这种对于瑞典充满了无比的幻想跟信任的一个地方 咱不能说幻想吧 至少说在总觉得认知上 觉得跟中国肯定不太一样 骗子少 对 或者说没有骗子 对 所以说我觉得是完全百分之百信的一个体质的一个环境下 很容易就疏忽了 哎 就怎么说呢 就少了少了个心眼 对 像国内的话说 所以我觉得对于对于新生 对于新的访问学者 刚到这里胜地不熟的时候一定还要多个心眼 对 那我们房子的事情咱先说到这儿啊 其实房子里面的故事可能还不止这些 还不止这些 但是就是举一反三吧 对 那么我觉得另外一点呢 就是网购 我觉得还是一个更需要注意的地方 对 其实网购在瑞典 大家在网上买东西是非常普遍 非常流行的 一般来讲不会买到什么假货呀 或者什么 很难 因为它有一个就叫 比如说那个 Price Yacht 或者Price Runner 上面有那个 可以找到 第一可以比价 第二 它能给你提供一个第三个担保 就说这个网店 它是真的 这个都没有问题 但别忘了 在瑞典二手交易也是非常的流行的 就刚刚你说的Blocked 对 你不用的东西 可能在上面去交易 你想买什么东西 也可以上面去比比价 看看二手是什么价格 是 经常可以买到非常不错的东西 对 其实前两天 我在用Blocked上卖东西的时候 我就遇到了一个情况 你说说 这怎么回事呢 就是我在网上我发了一个广告 我要卖我的一台摄像机 那这个摄像机 其实我基本没用过 那买的时候其实也是很贵的 这个是几万块钱的东西 这个时候 你网上面一发广告 有人就提起兴趣了 这不是买家 而是骗子 这种人有什么特点呢 这个网子在国外被骗的非常多的 就是利用PayPal来诈骗 PayPal 一个第三方支付软件 对 他跟你说 OK 我对你的东西非常的感兴趣 然后呢 你的这个状态 你的这个新旧程度 或者什么 我都非常的满意 那现在呢 我家里边有人要过生日 我非常着急要给他买一个这种成人礼物 成年礼 就给他送我的这个表弟啊什么的 我给他送这个礼物 非常着急 那我现在就能给你付款 我通过PayPal来给你付款 你把你的PayPal账号告诉我 你的邮箱 你的电话告诉我 名字告诉我 那这个运输这一块呢 我自己来负责 你不用操心 你就负责发货 就可以了 这个运费 我都包了 然后我说 那这个东西你看都没看 毕竟是好几万块钱的东西啊 你不需要去检查一下吗 他说 我不住在你这地方 我住在英国 我在英国什么什么地方工作 我是某某某高校的doctor 就说 我是正好人 我是值得信任的 但这时候他真的值得信任吗 那我就把这个人给遮蔽了 拉黑了 对 为什么呢 因为在国外里面 就是在国外的这个 网上交易平台的这个PayPal 他很多时候啊 是保护买家的 也就是说 当卖家把你的东西 发给买家的时候 已经发了货了 但是买家 他可以说 他可以跟PayPal去申请 我没收到货款 我没收到东西 或者我收的东西不符合 他就可以直接去申请退款 这样的话 本来已经到了 卖家账户里的这个钱 就立刻被冻结 之后会还给买家 这样的话 对于卖家 尤其是这种大宗商品 很高的这个价格的 这个卖家来讲 最后就会人财两空 所以说当一个东西 明明不是不应该那么好卖 然后这个甚至对方 应该跟你去讨价还价 但是他完全没有这样的时候 你反倒应该小心了 有可能他想利用这个来诈骗 这么一说还真是令人 有点毛骨悚 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个 他可能觉得 我在国外 大家都讲信用 应该没问题吧 其实真不一定 国外也有骗子 我觉得这就是骗子 利用了一个人的 焦急的心理 这个知道很难卖 但是我 小之一里 动之一请 他说这是我表弟 要过成人礼生日 我要送给他 这个成人礼的礼物 是 就一切听起来都合情合理 但是其实您不知道 这里隐藏了一个 很大的一个骗局 没错 那我们讲了房子 讲了在网上售卖商品 我觉得还有一点 非常重要的 就是刚来瑞典 你会收到各大大大小小的那种信 对 都是从官方机构 都是瑞典语 一般来讲 比如是像税务局 然后移民局 银行 有的时候 如果居住时间长的话 可能还有统计局 对 等等 但是这块有一点 很有意思的 就是前两年发生的一个 比较 就是应该是比较大的 一个诈骗的事情了 这个公司 它总部位于爱沙尼亚 它不是瑞典的公司 但是它给瑞典的所有的公司 它就发信 那作为一个公司的老板 我们收到信 那会看这是什么机构 然后它是干什么的 OK 这个公司 它把它的公司logo设计的 跟公司局的logo设计的非常的像 也就是瑞典的工商局 而且它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是让你填写你公司的名称 公司的地址 公司的电话 公司的联系邮箱等等 那一般人啊 看到这个 我可能就觉得 这是工商局要做一个这种 调查 做一个调查 然后做一个信息的备案 那我去填嘛 填完之后 签个字就给人家送回去吧 对 人家这个信封做的也非常的官方 甚至你都不需要去自己画画 根本不需要 人家是非常精美的信封 邮票 人家都给你弄好了 你给他寄回去 接下来 就会有一张5000多块钱的账单 寄到你的公司里 这是为什么呢 对呀 因为这个公司 它在给你寄的这张纸上 大字上让你填的是那些信息 但是在下边有几乎看不见的这个字啊 上面写着每年5000多少克朗 然后说 它给你提供一个服务 就是在他们公司的网站上 能查到你们的公司 这个服务费就一年5000多克了 当时在瑞典有 我记得新闻报的应该是有4000多个企业主被骗 对 因为很多人他不会认为这个是 就是完全没有这个防备 因为它那个logo设计的非常的像工商局的 特别官方的 那你说这个事情 它是诈骗吗 对呀 那你去警察 应该说是欺负人 应该说是 大家作为企业主肯定觉得不舒服嘛 没错 但如果你真找到了公司局也好 找到了警察局也好 他们也无计可施 因为这个公司在爱沙尼亚 它是合法的公司 它给你提供的这个东西呢 你也是自己填的 签字呢 也是你自己签的 说明你同意了 哪怕这个字再小 它没犯法 还真是没点梳理 对 所以后来有一阵子啊 在工商局 瑞典工商局的网站首页上 就上面写着 某某某某某信啊 这个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就警惕广大民众 只能是给大家提个醒 说这东西你小心点 这跟我们没关系 但是他们也无计可视 还真是 所以我看到新闻啊 有的这个企业主 其实年龄是很大的 六七十岁的这个企业主 真的是做企业 不见得能挣多少钱 可能就是一个人的公司 他一年交五千多块钱 这个 他觉得承受 至少是心里不舒服 不愿意花这个钱 所以像这种情况 我在节目里也是跟您提个醒 如果您自己有公司的话 类似于这种信件 也得小心 多看一看 尤其是小字啊 甚至得拿放大镜 好好看看 如果自己也不确定呢 可以找身边的朋友 都去询问一下 尤其是瑞典朋友 看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到底收不收费 是 当时四千多个被骗的人里面 我相信绝大部分 其实是瑞典人 所以像这种情况 就是大家多长个心眼 多看几遍 另外啊 我觉得还有 我自己也遇到过 就是 比方说你正常工作 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他是一个官方机构 因为我装了一个truth caller 他能知道这个电话来源是什么 对 有些时候比如说来自于这个电信公司 有些来自这种就是电的公司 OK 那么这种电话呢 你一看哦 可能是给你说你的呃 比如说电费呀 你的手机费呀等等 合同之类的 对 那你就接了 对 因为你知道这不是乱七八糟的人给你打电话 嗯 那么这时候大家也要注意了 因为这种电话呢 呃 就是打电话的人 比方说他不管是给你推销什么 还是跟你介绍什么服务 嗯 他都会说 我们的这段对话会录音 哦 OK 录音之后呢 就是你说的话 跟我说的话 都会就是相当于成为一份口头合同 OK 在网 就是在打电话的时候 直接就形成了一个合同 对 这是合理又合法的 这在瑞典是行的通 就是不用两个人非得见面 在电话里口头就能形成合同 就能把这合同给签了 OK 只要他说我说的这些所有的条条款款 你都认可 OK 你都同意 嗯 那么这个合同立即生效 哦 最后他可能会把这种合同 以这种呃 信件的形式寄到你家里 OK 对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大家就要留个心眼了 嗯 首先呢 他说的很多东西 是哦 的确他说了 嗯 但是呢 那就是你通过个人而言 你一开始在了解的过程当中 你觉得哎 都很合情合理 哎 我愿意去接受这个服务 嗯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说我同意 我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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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但是有些时候在这些条款当中 有很多模棱两可的事情 啊 就有可能会增加你额外的费用 OK 就是你你打电话的时候 你听着还好像是我 我都OK 对 但实际上账单一寄过来发现 哎 怎么每个月多了好几百块钱 好几百块钱 对 这些东西呢 就是我们非常容易疏忽的点 对 如果是咱们面对面签合同的话 可能每一个条款我仔细看了 我不同意的我当时就会提出来 对 但打电话的时候 尤其咱们这个语言啊 或者是交流的时候 或者是打电话的时候 甚至他可能会催你一下 对 这个时候模棱两可的东西 有的时候一带而过 有一些细节你就没有抓到 没错 结果在账单里面就体现出来了 就体现了 对 那你说的这个还真让我想起来 好像有这么一回 嗯 就是当时我有一个朋友 接到一个电话 就是明明这个东西啊 这个产品 本来应该是几百块钱的 几百克朗的东西 但是他在电话那边就跟你说 这个东西现在卖给你20块钱 那当时他就觉得挺好啊 几百块钱的东西20块钱 那我就买一次试试嘛 结果你买了 只要你同意你买了 那么他每个月都会给你 寄一个几百块钱的账单 而且把他这个所谓的几百块钱 东西寄到你家里边 其实这个东西值多少钱 咱们不说 因为一般来讲都是很破的东西 但是只要你一同意 在电话里 就形成了一个合同 而且他每个月给你扣费 所以这个就是在瑞典 可以通过电话形成合同 然后还可以每个月去扣你的钱 这个还是 作为普通消费者呢 还是得谨慎一些 小心一些 尤其是做各种这种华人 就是学生之类的 你也不知道我到底同意了什么 是 所以一旦你收到这种指质的合同 就像刚才那份 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案例一样 仔细的看看 或者说找你的瑞典朋友问一下 这些合同是不是 哪些是需要收费的地方 好像一般打这种电话的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们本身 这些人的英语 好像本身不怎么样 甚至有很重的口音 这个时候一定要警惕起来 比方说有很多电话公司 比如在瑞典的Teletool或者Convic 还有什么这个三之类的这种公司 他们这些公司 我觉得哪怕是合法的这个途径 都会有很多用户觉得非常的不满意 比如说我想终止合同 但迟迟不能被终止 还要收你好几个月的钱 好几个月的费用 而且他寄过来账单 账单本身要49块钱的运输费用 对 另外除此之外 除了这些正规的通信公司 运营公司以外 还有这些运营公司的代理公司 这些代理公司 也能拿到你的用户信息 他跟你打电话的时候 他说我是Teletool的 但实际上他是代理公司 但是他不说自己是代理公司 肯定不会说的 但是这些公司跟你签了合同 也会跑到Teletool那去 但是价格要比跟Teletool直接签合同还会很多 所以接到这种电话的时候 尤其是当你手机套餐 比如说快到期的时候 可能会有很多公司给你打电话 去跟你去拉客户 这个时候就得小心了 所以就像小白刚刚讲的 在手机上装一个True Caller 这样一个小的app 就可以帮你识别 是不是有一些电话 是被举报的次数非常多的 没错 这时候给自己提个箱 对 你看我们刚刚说了房子 对 说了信 对 说了电话 对 那么来说说大件 对 就到汽车了 其实这个话讲出来也挺有意思的 过去我在节目里就说过 我说资本家和这个劳工啊 或者是消费者跟卖家 到底是谁剥削谁啊 对啊 后来我给出的一个结论就是 谁给钱 谁被剥削 没错 因为你钱给出去了 这钱只要不是假钱 那你已经付出了 但人家给你提供的这个东西 一旦是脱工减料 或者是他给你这个 比如你的员工 你作为老板你给他钱了 他给你出工不出力 那你都没有任何办法 对吧 很难办 那作为消费者呢 咱们是出钱这一方 往往是被剥削的 没办法 我最近就跟您说一下 我自己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一个例子 没说说 本来在三月份的时候 我要准备说啊 在四月份我要准备 我的汽车要准备从东胎 要换到下级轮胎了 那我把轮胎呢 平时是放到了这个 哥德堡的一个deck hotel那里边 离家里比较近嘛 所以把车开过去 他就给你去全都解决了 OK 但是三月份的时候呢 这个deck hotel 就是存轮胎的地方 他给我来一个电话 他说 你的这个轮胎啊 现在磨损的差不多了 我给你换成下级 换成这个新的轮胎 这样等你换下级轮胎的时候 四月份再来的时候啊 那你用的就是全新的轮胎了 可以吗 我说那好吧 他告诉我一个轮胎 2000多克狼 四个轮胎换下来 大概是1万多克狼 这个样子 那我就同意了 等我去真正换下级轮胎的时候 换下级轮子的时候啊 因为这个轮胎是要存在这个deck hotel里面的 OK 当我去换的时候 当时我正好带着孩子 但是两个孩子现在等 然后人家给你换好之后 你开车就走了 你知道带孩子的那种感受啊 就像打仗一样 着急忙慌的 也去没有去仔细检查 但是前几天 我这四个轮胎中有一个被扎了 可能是开车在马路上有钉子 这个是意外啊 不可避免的 对 这个被扎了 被扎之后的 之后呢 我去找 我究竟啊 什么地方 有4S店 当时正好是我这个车的4S店 就在我旁边 我就开过去了 开过去 人家工程师检查的时候 他告诉我 你这个轮子呀 四个全得换掉 这是为什么呢 别忘了我这车 刚开了两个月呀 对 我们知道在瑞典 你这个轮胎纹理啊 如果是新的轮胎 大概是八九毫米 那这个4S店 他的工程师告诉我 你的现在剩余的 只有不到五毫米了 磨损的这么快 对 两个月之内 磨损了四到五毫米的 这个磨损率 让我觉得这个不可思议啊 如果是 他工程师跟我说 如果你的磨损 大概在两毫米以内的话 那我给你换一个就可以了 这样就很便宜 但是现在你看 我给你换一个新的 那么新的轮胎 比其他的三个轮胎 都要高上 四毫米左右的这个高度 这个是不安全的呀 对呀 然后因为4S店 它本身 它不是在说 我多挣你一分钱 我就能怎么样的 因为它用数据来说话 那轮胎纹理 这个深度在这 它不可能说假话 没错 那这个时候 我再跟戴口袋去联系 这个我就 就成五毫米了 甚至五毫米都不到 那怎么回事啊 那人家咋说 人家有一万种理由告诉你 这是你自己的问题 这是你开车不小心 这是你开车 你出去玩飘移了 你出去开野车了 这各种理由 他不认的 他不认的 所以我这个事情 我跟朋友提起来的时候 朋友们都说 那换了新来台 换新论台的时候 上面应该有一根线 有一根线等等 其实这个还真不一定靠谱 因为马路上有很多灰 你出去看一圈下来 这个线 就不一定能看得见了 所以说我想在这给大家提个醒是怎么样的 当下次再有这种非4S店的这种 带口袋要跟你联系 说要跟你换轮胎的时候 你应该自己小心一下 就是看看是不是 它给你换的是崭新的轮胎 是不是上面有纸质的这个标签的 是不是把这个标签需要撕掉的 如果这些没有的话 那可能它这个里面就有个问题 另外如果有可能的话 最好是在你品牌的这个官方4S店 去换轮胎 因为后来我看了一下 比如说我的这个车的4S店 它给你换的轮胎的这个价格 和那个就是第三方 就是不能说野鸡这个带口袋 反正就是非正式的这个带口袋 价格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在4S店换的这个期间 它可以给你提供一个免费的租车 你可以在这几天去用这个车 而且它给你换的这个轮胎 还是跟你的汽车品牌相匹配的 它还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质保 比如说像我的这个品牌 它第一年百分之百保 是什么概念呢 你像我上一个不是两个月榨胎了 然后这就没人管了吗 像我这个品牌 它第一年 哪怕你是渣胎了 也是有4S店百分之百给你来保 就是免费再给你重新保 免费给你换 免费给你换 第二年75%它来支付 第三年50%它给你换 所以这种质量保障 我觉得是这个普通的这个街边的 带口袋 它没法给你提供的 还真是 对 让消费者也心里更踏实 对 所以这个汽车上我相信每一个养车的人 关于汽车都会有不少烦心事儿 那接下来我再跟您介绍一个我身边这个朋友这个烦心事儿 这可能更烦心我觉得 您给讲讲啊 那我身边有一个朋友 他呢是当时结婚的时候啊 应该说是 就是他有经经济实力是有的 所以在人家这个消费能力之内呢 就买了一辆非常不错的车 在国内来看的呢 可能就是跟宝马七夕啊 奔驰S差不多的这个这个级别的一个转 OK大概一百来万的这个车 他买了这个车之后呢 那也是非常的爱惜啊 那那平时如果开的话 可能如果有可能就开家里的另外一辆 这个不是很显眼不是很贵的车 那这个车就是停着的时间也很多 开的也非常的爱惜 保养的也非常的仔细 都是在这个官方客服去保养 然后上保险呢 自然也是上全险 每年保险的费用啊 至少是两万多克了 这是什么概念呢 基本上你在瑞典买一个二手车 两万块钱也可以买到了 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对 那这个车呢 他过了好几年啊 一共才开了四万公里 可以说是 四万公里在我们看来的几乎就是新车了 跟新车差不多 就是这个样子 但前一阵子发生了一个事故 就是他开这个车的时候 就是别人借他的车开 其实是借他的这辆车开 不小心啊 把这个车给撞了 但是撞的是很严重 这个车就是得大修 大修需要花多少钱呢 得需要花20万 我的天 对 修这辆车需要花20万 那我这个朋友就理所当然就觉得 我每年花两万多克朗的保费 那这保险公司 这现在终于用上这个用 这个派上用场了吗 应该可以吗 对啊 但是没这么简单 保险公司首先问 你这个车里程是多少啊 里程啊 四万多公里 四万多公里意味着什么 很多保险公司四万多公里就要保的呀 嗯 然后保险公司马上又问了一个问题 你这车几年了呀 人家说 刚过五年 刚过五年 保险公司一停 高兴了 你过了五年了呀 那我不能给你保了 这个是为什么呢 这个也是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那个 在小字上人家写着呢 你得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四万 可能是几万公里以内 比如说这个有的是有的车有的保险公司 可能是十四万公里 或者是十三公里 十三万公里等等 你这四万公里明显 你这个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呀 然后他跑出了另外一个条件 就是在几年之内才可以享受大保 虽然你在这个保险你买的时候 大字都写着呢 汽车的重要部件 主要部件 比如悬挂呀 发动机呀 等等 这些大大的包括玻璃呀 等等这些部件 他都给你写上 我都给你保 出现问题我都管你 但是小字上 他可限制着呢 多少公里 多少时间 对 就是因为这个 这么贵的车 遇到了问题 每年花着这么多的保费 没人管了 那后来我这个朋友是一气之下 这个那么贵的车 最后五万块钱 就甩给了车行 哇天哪 对 这很温活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光不光损失钱 这个对于对保险公司的信任 一下就降到半点了 那过去呢 那可能是我这个车还不错的 我就可能每年花个一两万去买个全显 对啊 现在呢 可能知道这个事情了 比如说知道我这车已经过了五年了 或者知道我这车已经超过十四万公里了 那你你过去呀 就就就就从过去的这个全显 你就切换着半箱吧 对 如果不确定呢 再多打几个电话 多去问问其他的保险公司 多去比较一下 对 所以没事呢 就跟保险公司多联络联络 多闹闹 对 哪怕没有遇到问题 也都跟他们联络一下 就当练口语吧 对吧 也避免这个损失 没错 对 你看我们今天讲了好几个实力 对 不管从小还是从到大 其实都是想给电视机前的您呢 提个醒 来到瑞典 还是要多个心眼 对 虽然我们这题目讲的是在瑞典被骗的经历 那这被骗可以说是打着引号的 有一些是真被骗 有一些呢其实是由于自己疏忽啊或者说不仔细导致的 但不管怎么样呢 希望大家都避免这种让自己不愉快的这些随时 对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呀 我们也算是抛砖引玉 讲的可能也有偏颇的地方 也有不全面的地方 但如果您手里边有这种类似的不愉快的 或者是真正被骗的这种经历 也非常欢迎您跟我们分享 也可以让更多的华人朋友避免这些损失 避免这些陷阱 尤其是对于即将到这里的学生 访学者工作的您来说 前车之鉴吧 对 小心时的万年船 没错 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真家说 我们下次再见 也欢迎关注我们的YouTube频道 还有我们北欧学人沙龙的微信公众号 我们在bilibili上面也有自己的一个适配平台 所以欢迎继续关注我们 欢迎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